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王,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要和大家拆核分享的是一款国战的拼装模型 是由核磨线出品超线零点系列的塔斯TR 外包中的尺寸比我预想当中要大上了不少 我所拿到的是全款售价188的豪华版 其中模型主体、地台还有机械犬是分合包装的形式 其余的物料还有一大张非常厚实的背景板 一张现稿设定海报还有一份明信片 我呢是边直播边拼,大概花了两天左右的时间 绝大部分的零件都是隐藏式的水口 零件之间的结合度调教的也十分不错 拼装的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畅 那说回模型,塔斯TR这个造型放在一众国魔当中 可谓是显得相当干净 没有那些尖尖刺刺,也没有那些意义不明的刻线细节 所以观感上显得是非常的保守 在风格上面和以往的国魔机架产品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是更加贴近于机械人形和改造人的风格 这些都是有在身形比例和结构细节当中有所体现 前面有说整体的细节表现非常的简约 但是并不简单 模型上是有着相当丰富的色差分色和分件量 再加上透明零件和内构细节的点缀 以及特殊的软胶材质 只需要简单的素组就可以让本款拼装有着不输成品的质感表现 头部整一个造型是非常的干练 头上的触角使得整个头部造型多了一份改造人的嗜血邪性 模型当中是有附带发光东组合电池 按动后方的开关即可点亮 亮度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在透明零件的基础之下还有金属石刻片来去增加内构细节 如果说入手的是豪华版还会得到八个造型不同的石刻片 头部的可动上仰是有着非常夸张的幅度 左右侧牌也是相当的灵活 需要出这里是有着四个类似于液压传动的机构 在活动把玩的时候这里会有着联动效果 但是这个地方感觉就可以玩上一正年 按下这里可以上台避让 使得手臂有着略微大于90度的上台空间 根部有平转关节向内举手近乎可以达到180度 仔细看可以发现红色的软胶零件会随着手臂的活动 有着肌肉运动的起伏 手型零件除了这个使心握拳手以外 还额外附带了三对手型替换零件 枪柄和剑柄直接是固定在手型当中 这样的一个设计还是相当走性的 在手臂后方有着这样一个折叠机构 可以安装上透明的刀刃零件 这个造型像极了赛博朋克当中的螳螂刀 跨部这里可以翻出一个连接插槽 进而可以将武器收纳在腰间 既然说到了武器在套件当中是有附带两把长枪 下方的弹夹是可以进行拆卸的 当然还有两把手枪 手枪这个腿拉上膛的机构还挺精妙的 两种武器去掉握把之后均可以挂在手臂外侧 手枪是有给到一个额外的枪套可以挂在腰后 去掉大腿上这个圆形的盖板之后 同样是可以将刀刃收纳在大腿之上 裙甲这里可以减索上移 来去减少对于腿部可动的干涉 所以腿部的侧踢前踢还有后踢都可以轻松甚至超过90度 根部带有平转关节向内居肘可以大于90度 因为这里的关节调校的比较紧 建议捏住大腿和小腿同时发力 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到红色的软胶零件 也是有着类似于肌肉组织的拉伸效果 脚踝这里的关节也相当紧实 内部是带有液压的连动效果 脚掌可以大幅的上下翻折 同时有着不错的节地可动表现 紧接着我们来看这只半用型的机械拳 造型是相当善酷玩法也相当丰富 单入手一只的价格也仅需要59 狗子四只的造型都是完全相同的 并且是有着相当灵活的多段可动关节 两侧可以翻起武器通用的连接接口 这样的话狗子身上就可以搭在前面介绍的各样武器了 狗子后方的盖板可以翻开 里头最多可以收纳三枚步枪弹夹 我们将狗子四只和躯干进行拆分之后 其中一部分是可以变成塔斯提尔的战术背包 变成背包之后狗爪就可以变成机械一只 抓起各种武器 另一部分通过翻折是可以变成一枚大炮 它将两者组合在一起之后 活力和颜值翻倍的塔斯提尔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而且零件之间的一体性和紧实度都相当给力 就这么使劲的晃 也不会出现任何关节松软和掉剑的情况 紧接着我们来看豪华版独有的地台 前方带有金属石刻片的名牌 后方带有舌骨支架稳定度相当牢靠 我们去掉支架之后 打开盖板就可以发现之前介绍的零件都可以收纳在其中 甚至连手型零件都可以一拼收纳 通过翻折旋转 还可以将其变成一个格纳裤来进行展示 前面又忘了说 每把武器各自都有相对应的红色软胶透明特效件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去和大家一一展示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本款的出回特点 是这样的一个布置披风 虽说穿戴的过程有一些小麻烦 但是穿戴之后 这个气质一下就截然不同了 那以上就看完了本款拼装模型的全部内容了 模型全高20厘米 说真的售价188的豪华版 真的是给你交一个朋友 整体的拼装体验和把玩手感可以说是相当的流畅 如果说塔斯T2这身造型啊 对你胃口的话还是十分推荐入手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模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